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两款核桃酥 一款有中糖和猪油,另外一款全都是用素油 你用沙拉油就可以,还有白糖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我会把两款桃酥的材料都列在这里 这个是用中糖的,我加了50克猪油会更香酥一些 这个是白糖做的,沙拉油110毫升 为什么没有猪油它不太容易接在一起 所以你先倒100毫升,剩下10毫升慢慢的加 直到所有的材料都可以很好的粘合在一起就行了 我们用中糖和猪油的这一款来做样本 白糖和素油的那一款同样操作 先把核桃仁压碎,不要压得太碎,有点颗粒会更好吃一些 把鸡蛋打散了,待用 把所有材料都倒在一起搅拌 到蛋液的时候稍微留出来一点后面用 用叉子把它们稍微搅拌一下 最后把核桃仁倒进去 用手把它抓匀 完全都混合均匀揉成面团 然后我们称一下重量,这样容易决定每一个核桃酥的大小 我这里分8个,每一个大概在55克的样子 一定要把它摁紧,不然很容易散开 把它们都捏紧滚圆以后,轻轻的把它压扁 这个动作要轻,也是容易散开 表面用蛋液刷上 白糖的一样操作 然后我放半个核桃仁做装饰,这个可放可不放的 放好以后再刷一点蛋液,可以把核桃仁固定住 你看这个是没放核桃仁的,用白糖素油做的 也是刷蛋液 炉子预热375度,烤15-20分钟取决于你的炉子 烤好以后放凉了才装盘,不然容易散开来 你看一下除了颜色不一样,口感基本上是一样的 当然猪油的会更香酥一点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点击右下角的院子,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